在 2023 年的上半年呢 Honda Malaysia 是比较安静一点 因为他们把大部分的新车都堆在 2023 年的下半年 除了我们之前已经在泰国排过的这个 WRV 之外呢 最近有很多的销售员有放出消息 就是 2023 年 Honda City 小改款 也即将在 WRV 之后发布 那么这款车对比小改款之前呢 有什么不一样升级了什么地方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 City 小改款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个 City 小改款的消息呢? 因为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已经订了 City 然后我们也有同事订了 City 销售员告诉他们如果可以的话稍等一下 因为这个车型多两三个月就来的 可是实际的这个发布时间呢是不确定的 不过规格表呢则是已经曝光了 我们先讲一下目前的 Honda City 马来西亚的 Honda City 有五个版本可以选择 分别是 Lumen 的 S 中配的 E、 V、 V 线 还有 RS 其中呢 RS 版本是这个最新的 E、 HEV 动力 也就是混合动力引擎啦 至于在小改款呢它同样的也是有五个版本 但是这个车型的分类会有点不一样 首先一样有 S 一样有 E 一样有 V 但是 V 线被取消 取代 V 线的是全新的 RS 汽油版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之前的这个 RS 版本只有混合动力引擎 但是在小改款的部分呢 它们会增加一个 RS 的汽油版本 所以说如果你很喜欢这个 RS 的外观设计 但是可能预算没有到这个 Hybrid 的版本 那么现在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Patrol 的版本啦 这个外观设计其实我个人还是很爱的 我觉得还蛮好看很适合年轻人 根据一些未确认的消息指出呢 这个小改款的 City 在外观的设计部分呢 会有少少的差异 然后会更换全新的 15 吋跟 16 吋轮圈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呢 RX 版本是还没有发布的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小改款的 City Rx 的马来西亚 会是全球首发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早在三年前 Honda City 发布的时候 马来西亚版本的这个 RS eHEV 就是全球首发 所以在这一次小改款车型可能再来多一次全球首发 所以我其实也很好奇这个 Async 的 RS 版本 会有怎样的外观设计 至于在外观设计的部分 因为这一次真的只是小改款啊 所以我看了国外的官图其实也没有什么改变 主要的差异在于这个配备升级 有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 我相信大家听了之后 应该都会觉得 Honda Malaysia 很有诚意 就是这辆车全车系标配 Honda Sensing 还有 Honda Connect Honda Sensing 呢 包括了 ACC 啊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 而且在顶级的 RS eHEV 版本 还会有 Stop Angle 的功能 不过就是之前的四个版本 就是这个 RS 的汽油版本 V 版本 E 版本 跟 X 版本 虽然讲有 ACC 但是是没有 Stop Angle 只有最顶级的版本才有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Honda Connect Honda Connect 是一个手机的应用程序 你可以利用你的手机控制车辆 例如讲可能你的车子长期停在户外 你要上车之前你可以用这个手机应用程序 去让这个车子先把引擎启动 让这个车子的空调走一走 那么你上到车子里面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热 这个功能其实还蛮实用的 另外呢 其他的改变 包括于这个顶级的版本 除了有这个电子手刹车之外呢 它还有无线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这个也是蛮实用的东西 除此之外 普通的版本就是 SE 跟 V 呢 虽然并不是数位化仪表 但是中间的资讯屏幕变成了彩色 这一点应该是跟这个 Honda HR-V S 版本的仪表是一样的 不过怎样都会好看过之前的单色荧幕啦 刚才我们提到的细节呢 是一些销售员透露的详情啦 不过呢 剩下的细节我相信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例如在引擎的部分 马来西亚版本的 Honda City 呢 依旧会提供两个引擎选项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1.5 公升自然精气引擎 还有 1.5 公升的 EHEV 或者是 IM&D 混合动力引擎 很多人有一个误会啦 就是认为 Honda 的 1.5 公升自然精气引擎 用了很久 可是实际上每一代的 Honda City 他们都会针对这个引擎 进行一些优化或者是直接更换新的引擎 目前呢 在这个 2020 年版本的 Honda City 采用的 1.5 公升引擎 其实是一具全新的引擎 它从上一代的这个单置顶突轮轴 变成了双置顶突轮轴 所以整体的硬件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因为它的排气量是 1.5 你就认为它是旧引擎 它的最大满力表现达到了 121 PS 峰值扭力表现 145 Nm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你会觉得跟上一代的车款 这个引擎输出差不多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呢 它的峰值扭力呢 比原本的引擎呢 提早了 300 转出现 也就是讲它的 0-100 加速会更快 然后油耗也会更低一点 根据官方数据 Honda City 汽油版本的 0-100 加速 分别是 10.2 秒跟 10.4 秒 比旧一代的车型稍微快一点点啊 至于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呢 引擎数据应该还是一样的 109 PS 但是峰值扭力达到了 253 Nm 0-100 加速 9.9 秒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呢 我会比较喜欢这个 Rx-E HEV 的版本 为什么? 首先你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这辆车会有一个纯电动的模式行驶 整个感觉其实很爽 但是你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呢 它又可以维持一个还不错的动力 跟油耗表现 我自己试过来回揪货 900 公里 不需要打油 可是这个引擎就有一个缺点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缺点 就是它的 Torx Speed 只有 170 器 可是像我这样子的 我驾的最快是 120 而已 所以 Torx Speed 177 对我来讲影响不大啦 不知道对你来讲有没有影响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至于在这个价格的部分呢 是目前没有太多的消息啦 因为其实皇大马来西亚 也还没有公布这款车的详情 不过据悉这辆车的价位 会跟目前小改款的车型差异不大 也就是讲如果涨价的话 也不会涨太多 我个人估计呢 它的价格应该差距会在 1000 块里面 这个是我个人估计啦 也就是讲如果你要买这一个 RX 的 Petrol 版本的话 可能 95,000 块你就可以买到了 等一下下 95,000 块你买到 RS 的版本 然后有这一个 SCC 有 Honda Sensing 等等等等的功能 是不是好像很眼这样子 可是我个人也相信 在这个小改款的 Honda City 发布之后 RX 的 Petrol 版本呢 应该会是最多人选择的车型 当然我也必须讲 其实这一次小改款的车型呢 对比小改款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尤其是这个 V Cent 的版本跟 RS 的版本 差异是不大的 只是在外观上面有一点点的差异 跟配备做了一点点的小调整 如果讲你已经订车 车子快到了 而且你订的又是 V Cent 或者是 RS 版本呢 我是觉得可能你急用车的话 是不需要去等待这个小改款的车型啦 但是如果你要等待的话 也是可以 因为钱是你的嘛 对不对 上市时间我们暂时不清楚 但是如果以后有详细的消息之后 我们也会进一步为大家送上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